其實我做這些工作的時候我都壓力很大 然後我的家人都跟我講 叫我不要再動這些 然後我就跟我家人講說 反正沒有關係 我如果死了之後你們就把我的骨灰燒一燒 然後把手撒在樓藤園樹底下這樣子 說真的我真的壓力很大很大 主要的感觸是因為 其實我做任何事情我都覺得我快要窒息 快要窒息 對 因為我覺得沒有人幫助我 這個就好像一個一口井的青蛙 在下大雨的時候 那個大水來了 然後我要一直往上跑 我一直要求生 可是其他的青蛙就說 不好啦 不好啦 你再怎麼爬 你沒人力啦 你再怎麼爬 你如果沒辦法爬出那一口井 可是那隻青蛙最後它爬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又聾又啞 它沒有聽到別人說 你不行 你不行 我有那股力量就像那個青蛙一樣 我要想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它已經受到打壓了 像公永路的破財戶 其實這個行政訴訟都還在跑當中 等那個法院判下來的時候 這個房子已經拆了 所以我很緊張 但是我真的我無力 就像當天那天我哥哥哭了 因為我二哥他說 他的女兒跟我講說 我爸爸一生沒有哭過 他只有除了阿公阿嬤 過往有哭以外 他說他結婚的時候他哭了 還有他看到我被那種七八個 就是其中在追逐的時候有二三十位的警察在追我 然後把我逼在一個紐澤西的那個藍的那個腳下的時候 有七八個女警 七八個女警我一百四十五公分 然後七八個女警她們都是一百六十幾公分 又學過羅素 又學過這個 然後經典的把我包住 把我壓住 那種感覺就像我小的時候 我覺得我有點 我也是被這樣壓制 我沒有辦法喘息 然後他們就這樣子 我就亂費錢 所以我去打到一個女 聽說我去打到一個女警的頭 然後他們又一直過來一直過來 所以我看到手過來的時候 我就很自然咬他一口 我就去掙脫 我就把他掙脫 我覺得當然很多人 當然像今天柯市長我很高興我碰到他 可是人家問他說 那不有個女柯P 你們的相似點在哪裡 我聽記者他跟我講 他說他不會咬人 他不會咬人 對 他不會咬人 然後我是覺得說 我覺得 我很難過的是 政府一個握著握有權力的人 這個社會是一個弱弱強使 他們說要以犧牲少數人的利益 來成就多數人的利益 這些多數人的利益都是財團 政府 民代 商人 去壓迫一個最低弱勢的人 他們好不容易有一個家 雖然這個家不是很好 但是這個是他們一個代代相傳 唯一的家 你阻礙了我整個都市的發展 我們美麗的都市 就是因為你們這幾戶 爛房子在這邊 你們應該牽走 你們該死 我已經給你錢了 一瓶十三萬不夠嗎 你們這些丁子戶貪婪 要更多的錢 你們不在這邊 你們硬在這裡 你們妨礙都市發展 我在這邊抗議 憲法第十五條 它是保障人民的生存錢和財產錢 不得侵犯 不得被剝奪 我憑著這一點 我說我死了 我會用生命的捍衛你 因為那天我很難過 他們在裁的時候 我跟那些議員 跟那些局民講說 我沒辦法 因為我是肯定議員 他沒要負責我 我沒有能力 所以我沒有能力保護你 不過當他們真正要拆你 不同醫護真正要拆你的時候 我會用我的肉上來擋你 也許是因為這句話 所以他們讓我出去之後 我要出去拿電影 折回來 要再走近的時候 他們就把我擋了 所以我就很衝動 可是他們有沒有人去探討 七八個女警 這是一個不對等的 不對等的抗衡 玉慧姐 其實你那一天 我們知道的是 一開始其實整個 因為你咬了警察 咬人是不對 所以你是被罵到臭頭 對不對 但後來我們看到 其實網路風向 有一些鄉民就聲援你 像是這個絕青 溫朗東 他特別就在臉書上寫的一篇 你怕他是有實在嗎 沒有 沒有實在 那我們看到 他其實就有注意到 你崩潰大哭的一個情況 其實他的文章論述是蠻完整的 他說這是一個地方抗爭事件 其實多數的民眾是不關心的 那如果這是一場秀 他也說你應該是沒有觀眾啦 如果有 大部分也是在看笑話 但是他後面就畫風一轉 他說你是一個 武黨籍身份出來參選的 屏東縣議員 為了長期服務的 肢體殘障服務協會 就羅騰遠嘛 所以你要幫助很多的身心障礙 小朋友就醫啊 就學啊 學這個才藝 重拾自信 然後需要籌措很多的經費 所以你才想出這部說 我如果是選機的位 我一票三十塊錢 你就可以有這樣一個經費 但是是不是過程也是跌跌重重 對 因為其實我以前告訴別人說 因為別人借我們的地方 我們在一個非常向下的地方 然後我其實是我把工作辭掉 以前我在學校工作的時候 我可以利用時間去照顧生性障礙 因為他們是坐輪椅的 坐輪椅他們可以生活自立 我只要協助他們提供一個地方 讓他們能夠安穩 然後在那邊學習 就是學點技能 然後他們能夠自立更生這樣 可是我發覺後來 我發覺有些是 你看似它是正常的 但是它是精神障礙 它是輕重度的 然後它又憂鬱 又躁鬱 這些人其實是最難搞 所以我才把工作辭掉 當然我第一次辭掉 因為上帝說 一顆 如果你你有信心 一個小小的種子也會讓你變成 長大一顆樹這樣 所以我不擔心經費的問題 而是我擔心 如果有人 沒有 我擔心是沒人 可是我發覺 當我養一個孩子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的經費 養三個孩子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的經費進來 所以都給我們剛剛好一口飯吃 所以我接手羅騰宴到現在 從82年到現在 我沒有流產過 我沒有倒 因為我曾經還被憲政府 因為有人檢舉我 說我違法收了這些孩子 還帶這些孩子到街頭去募款 我違法身心障礙保障法 而且我也沒有去跟政府 就是去報備說我募款 所以他們大家很多人都質疑我 說錢我是不是募到我的口袋 很多人質疑我 然後因為有人檢舉我 所以現在的副縣長 他就開罰我六萬 勒令我孩子解散 把我打大趴 可是我就從這邊重新再出發 所以我才想到說 我如果 因為 你是經過幾次才成功的 我是選了三次現議員 然後一次是四名代表 就是我第一次選現議員的時候 是七百票 然後我哥哥 我哥哥贊助我四十萬 全部十層大海 然後第二次 第二次我們家人就不理我了 家人就不理你了 然後家人不理我 我那時候學校工作辭掉之後 我剛好有一個保險到期 一個月有八千 我自己用五千 然後存三千 存了四年 存了四年 我就拿這個十二萬 我就去登記 然後我什麼都沒有 沒有宣傳車 騎制看板 擔派跟總部 然後我就得了兩千一百票 成長了三倍 對 然後我哥哥 我三哥就說 欸 你有希望 你有希望喔 對 然後他們就信心大增這樣 然後到隔半年 隔半年的時候 我就去登記那個 北區市民代表 那時候我的戶籍是在北區 然後我們的家人都是在南區 沒有人因為我把戶籍欠到北區 所以我那時候插八票 那時候的保證金是 那時候的保證金是四萬 然後我得一千四百五十二票 所以我有 連保證金 我這樣拿回了 將近有快近十萬 然後我到第四次的時候 我是四七九二 連保證金 然後補助款 我拿回二十六萬 我全部都是捐給羅騰遠 當孩子們的生活費 我剛想到一件事情 雖然說起跑點不一樣 但是月會節的故事 好像可以給逸豐兄 做一個旦課對吧 因為他一開始就選得蠻辛苦的 我現在把我今天的通告費 六千元 我們捐給他 羅騰遠 要幫助弱勢 好感動 修宣 我要說的正前 我是覺得說 他在說 其實我們要要要求 我們這裡的立委 立委要把這個立書拆遷法 跟那個頂主婦的做法 應該要在那裡做一樣 就是說 你整個頂主婦一定要聽到 因為這時候 我感覺聽起來 冰凍關 不然不行 因為它是 聽到有受盡的 你是劫 你劫他就要維持民國務 這是很好的人情 但有時候 這個劫到 畢作 說到 確實有些什麼不行 發起 他如果敢聽 真的要聽 你如果沒有 土地要怎麼發電 那是我的見解 當然這是要把我們的 鄉親 屏東的鄉親 按照做合適 不然你聽到 絕對有負面的